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童星李小璐变34岁辣妈 静照向网红 童年照与甜心一模一样 小雪杨子变美短发壮脸李小璐 节拍欢乐松二成当红花蛋 童星变脸残 舒畅脸部僵硬 肩下巴惊呆粉丝 说到如今事业如日中天 家庭幸福美满的杨幂 别看他现在仍旧美丽丹蒙斯少女 其实早在他4岁的时候 就已经做起了童星 在电视剧里成功抢劲了 4岁的大秘密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就是当年风靡全国的唐明皇 而令人印象深刻的 乃生乃妻的嫌疑公主 就是由大秘密扮演的 但是别看他的镜头里乖小可爱 其实在他家胡同一带 大秘密可是远近闻名的小厉害 假小的性格加上超强的正义感 使他成为了邻居朋友间最具人气的小侠女 而用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秒杀全天下的大秘密 也是越长越美丽 一路长大没长残就算了 还始终处于颜值巅峰 也是没谁了 最近他又加盟了军旅真人秀 真正的男子汉第二季 有颜韧性的素颜上阵 变身英姿萨爽的女兵 当然高考却是北影第一名的他 在参加节目中的考试时 依旧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不仅庄元是他 还比第二名奖金富高了十分可还行 看来大秘密就是颜值智商 走在线 这个不服不行啊 一向喜欢在微博上晒字拍的李小璐 前两天又晒出了一组 自个儿的街拍美照 只见照片中的李小璐 长发皮肩带墨镜 一双大长腿 那自然是稀精无数啊 当了妈之后 少女感依旧这么浓 也是让人不得不服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李小璐怎么越来越像网红了呢 如果要提名网红感最强的明星 那欧式双眼皮 高鼻梁追字脸的李小璐 绝对能进前三名 变脸说也是层出不穷 毕竟才在网友印象中 李小璐可是同性主道 十几岁就演了 天狱和都是天使惹的祸的小影后啊 小编清楚地记得 那时候 林小如和少坚波的CB 可是实大实地承包了一整个暑假 哎哟 从小天使变成大网红 你这叫网友如何接受 可尽管李小璐的脸貌似 变得有些不太符合自然规律 但咱也不得不承认 李小璐的童年照翻出来 就是如今的五粒大宝心呢 简直和甜心一毛一样啊 看来以后 五粒甜心也绝对是个大美人 没跑啦 随着青云志的热播 和张一山爆红后 网友对于加油儿女的追忆 都使得杨子最近的曝光率格外的高 毕竟任谁都忘不了加油儿女中 那个董事老成又可爱的小雪啊 小雪啊 你告诉我 你在这个家好吗 还行吧 咱爸娶了后妈以后 你过得好吗 还行 你告诉我 咱们姓夏的孩子 在这个家里受尊重吗 有人生自由吗 自由吗 反正晚上不洗脚 绝对绝对不能上床的 而昔日的小雪也早已经退下了 稚嫩的婴儿肥女大十八遍 如今也是妥妥的变身成了女神级别 青云之中的陆雪漆 是多少青云弟子的梦啊 而前一阵 一向长发披肩的杨子 也随潮流加入了短发大军 剪了头发染了色之后 晒出的自拍 居然没有一点点防备的 和李小璐装了脸 而脸盲的小编 乍一看 确实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啊 当然啦 撞脸不可怕 谁让杨子现在的戏路越走越开 演艺道路越走越顺 昨天接派的新剧《欢乐颂2》 也正式开机 要知道 今年上半年的口碑收拾大户 欢乐颂 就直接把杨子 保送进了当红花蛋的第一题队啊 作为久留后的演技担当 小编看好杨子的发展 想当初单亲之家里的小辣椒 笑装密室中的董岳飞 陆顶记中的剑宁公主 在成功惊艳了时光的同时 也让舒畅这个名字 刻进了无数网友深深的脑海里 从出道开始 舒畅就被冠以最美同性的称号 然而也不知道 是不是网友打开的方式不对 当舒畅再次出现在网友视线中的时候 舒畅那一席 半相典雅的白衣 配合浮宠江亿的脸蛋 尖到不科学的下巴 和十分明显的颈纹 让违和感直接冲破天际 惊掉了围观网友手中的瓜 我的天哪 这还是那个灵气满满的小辣椒 温婉动人的董岳飞 颜值逆天的剑宁公主吗 几乎就要盖章式 从小美到大的典型代表了 却没想到 舒畅自己先站出来投了否决票 不管是发福了还是整了 都希望舒畅妹子 早点回归岩 只正轨 毕竟你还不到三十岁啊 穿衣服 你在梦里都梦着什么了 你问我干嘛 你不是也在梦中 你不是也看见了吗 你真的 你做什么梦我哪知道啊 快穿啊 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 十万火急 真的 对 快穿 快 综艺到爆炸 通过这么多实力 可以发现 童星想要用正确的方式 长到大 也是不太容易 咱们都且看且珍惜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明天再见